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的处处不需要用 现在要生大用 要生大乐 乐到顶点 这里指的大用是什么? 大用 首先是以菩提心度脱三界一切众生 而于度生之中形化一切方便之大用 就是说处处做世俗 处于菩提圣意之境 如如不来不去 而万有俱存 真心启动 心转外境 不生不灭 宇宙同体 这就叫大用 那么同时 有的同学又想了 我尽做这些事情 难道我去看一场电影都不可以啊? 难道我想到哪里耍一耍 我用点功夫来他一个神足通也不行吗? 当然 这是可以的 有道之人不需要用多大的力 轻轻就成功了 对我来说是不可以 因为我没有大用功夫 用再大的力也没有用 我没有本事有什么用呢? 如果你已经生大用了 你就可以任运自如 高兴怎么用就怎么用 如果得不到这个享受 我们学佛来干啥? 所以学佛的目的嘛 就是为了最后解脱嘛 进入大用嘛 大乐嘛 这里的大乐 是不是昨天晚上所讲到的 跟极乐世界一样的啊? 不对 这里的大乐就剩余极乐世界百千万倍的乐了 这是佛菩萨的境界之乐 极乐世界是不能论比的啊 不能论比的 今天在此 我只给你们说一种乐 如果说你能得到禅静 清安之乐 就是能注入清安境界 你就会产生全身大乐 那么你能注入清安出境 都能产生局部大乐 那个快乐是无法形容的 但那个是最肤浅 最基本的乐 而不是了不起的乐 可是我们有的同学就不是这样的 当然 那个同学今天没有在这儿 但是你们有好几位同学都听他讲过好多次了 他的见地现在还没有炉火纯青 但虽然没有炉火纯青 他修行啊 还是很不错的 比我们这里边很多同学都认真 因为他毕竟修了几十年了 那么他就进入过两三次禅乐 而以此禅乐作为自己的一种安慰 那么他就以此禅乐拿来教化于众生 这也是他的菩提心的绝授 但实质上是一种执着 他还不知道 对我们来说 那是无稽之谈的一件小事 就相当于我今天从街上过 洒水机偶尔沾了一点水在我的脸上 我早都把他忘得一干二净 正因为他执着 所以这几年来就没有乐了 他的禅乐是出禅之乐 他讲给好几个人听的了 我们在座哪些人听到过 一些同学答 我 好了 他是说的有一天他突然医用工 头上突然乐得来不得了 乐得来叫做安逸德版 安逸德版 方言 舒服得不得了 人都没办法控制 路者住 他说的 同学们大笑 这是他的原话 是不是 无问道答 是是是 他说乐了几个小时呢 伊南同学答 四个多小时 无问道答 四个小时 无问道答 他乐得来求饶 哎 乐得来告饶 不是叫求饶 那么他就认为 这是很了不起 实际上啊 可惜了 如果他不执着啊 他会全身大乐 他那个是局部小乐 当然最后又发过一次 禅乐的境界是胜过世间的乐一百倍 这是世尊告诉我们的 他那个是局部 算个什么 世间之乐 最乐 最舒服的乐 是男女 是男女淫欲之乐 但是 禅乐的境界 要胜过他一百倍的快乐 所以学佛的人 就不能去搞什么淫欲 哎 这里有些同学就吓到了 我完了 我们还有一个家的吗 我还有丈夫 我还有妻子的吗 那咋得了呢 我要给你们说清楚 我不限制你们 你们的家是你们个人生活问题 这是姻缘的关系 不属于犯戒的 只能说我讲佛法 要正知正见来告诉同学们 佛法的乐境是胜过世间一切繁尽的 但有一条 必须要戒的 我们的同学 绝不能去外边贪恋女色 绝不能互相男女烂勾搭 这是会招染黑夜 灾障上身的 为了保护你们 这是上师的要求 刚才就仅仅说到 禅乐这个道理 如果你能进入禅乐 你马上 世间上的乐境就没有了 但是禅乐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呀 也要是业力消除 也要依法而修 才能进入 所以我说 我这位老学生 还是很不简单的 他快九十岁了 身体今天还同样非常好 他也开了智慧 在文字般若上一两天的时间 就误彻了英语的道理 自己能翻译一切书籍 甚至于最难翻译的 有关佛教书籍 他都能翻 例如大足时刻 他就翻了 翻得非常好 中国佛教协会说 不但意义正宗 而且文字高雅 达到了信达雅的境界 这一点也是值得同学们尊重的 那么我刚才所提出来的 批评他的这个地方 是怕我们同学今后像他这样 拇指尖乐一下都安逸地板了 这下就完了 就执着了 要无所谓 这是最肤浅的功夫嘛 执着了就一切都完了 那么也许这位同学 和我们现在在座的 有些同学 也已经犯过这样的错误了 我批评了 就再不要提了 不但不提 要把它忘掉 不值得提的 不值得骄傲的 它不是一个什么功夫 只能说是偶尔黑障远离 敬业无助 自信献钱 你正到法性的道理以后 住在一时的信海中而已 整天都处于这种境界 还要任运自如 周辩法界 那个境界才是我们要得的嘛 这点乐得来干什么 当然乐来了 也是挡不住的啊 佛法好不好 当然就好得不得了 不但大用 还要大乐 还要得菩提果 菩提果就是佛所证之果 那么也就是彻底圆满佛的境界 得大智慧就是无上智 敬慧的意思 还要大神通 无碍变化 这个大神通啊 我不知道讲给你们听过没有 唯魔问及 我跟你们讲过没有 这堂课没有谈过吧 同学答 没有 为什么我们要得大智慧 佛菩萨正到那个境界以后 才知道彻底圆满的觉寿 而普通的罗汉和初学菩萨 或者是普通的众生 是不知道那个觉寿有多么幸福的 因此一旦取得了初果 二果就再不想动了 包括释迦世尊的弟子都是如此 一学到 一了托生死 正果以后 自己就飘飘然 根本无所谓 整天享受他的幸福和快乐 运用他的神通 世尊为此感到非常可怜于他们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